你怎麼叫他惡責醫嘛 阿嬤你回去 對 我一直在這裡嘛 對不對 對 我一直在這裡跟便宜不在交通 跟阿公不在交通 基本上我覺得還是對醫院的病房的規則 大家還是要有心理準備 以前把大家便宜當菜市場買來就來 你有沒有賺這個機會 疫情這個時間 你要去改變台灣人 對便宜依來和便宜伴 便宜的習慣 趕這個機會去改條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啦 你很辛苦 但是來行人不要說外行人啦 你這樣說不然我對你的準中 我是給你提供人口諾法的所在有不一樣 對著的情形請你做信長的需求 你不要連這個就不能讓我們建議 你不要連這個就不能讓我們建議 你可以帶回政府去瞭解 你就可以了解 順区的便宜 地区便宜 不是他要重心的情形 沒有這麼多環節人員 可以設施 馬上去跟外市更好做這個環節依然 會相關的工作 那不是你像你想那麼簡單啦 感謝主席 請 醫長你先喝吧 先請部長 為好部 丹部長 待會醫長如果有時間再起來 好 請告 我先 請 請 請 這幾項我民間所聽到的聲音和市長的政策 感到有矛盾或事實上有些疑惑的感受 無所謂的地方來講給我們市長或市長做參考 如果可以熄市馬上做婚姻同好 如果沒辦法帶回去做一個了解 以後再做相關的修正 第一件事是這樣 我們有一個防疫追蹤系統 到現在沒辦法很快速去定義居家檢疫民眾的名單 我想這個指揮中心應該馬上把這個問題找出來 而且改善這個系統 我講一個實例 我們這個防疫的追蹤系統是在2月22號上線 然後本市卻發現一個問題 在疑問之下它還不是一個個案 很多村里也遇到相同的狀況 在這個月3月2號我們本縣 縣內就有四人緩國 那這個鄉長要在隔天的時候去追蹤 上這個系統去查詢這14個人 結果查無資料 那後來跟本席反應之後 那本席去做相關的一些了解 然後結果內政部的民政司那邊 也趕快的來再重新的確認這樣的一個登陸系統 然後用機票反向去查詢 就查到了 確實有這14位 但是在查詢過程裡面又發現案外案 總共不是14位 而是26位 所以部長你可以看 這可想而知 三位撤去回來 三位撤去回來 三位撤去可以收場 要趕快了解 要跟村里長說 結果是無法 無法反應之後 我們跟家長工 民政司來自民政司 才去做對中做了解 結果不是14位 所以變成26位 所以這個系統是不是有趕快 來做相關修正的部分 這到底是缺錢還是缺人 我想以前的部隊和議長 做大事都是沖沖沖的 撤去就對了 如果缺錢就趕快補錢 如果缺人就趕快補人 這不會有這種登陸系統出的盲點嗎 這主要是缺配合 主要是缺配合 這來的系統都好了 但是有時候 就是這個人桌的時候 簽了太療潮 下來這些健康聲明書簽的療潮 那所有的人又比較沒有經驗 所以往往有時候看 有天就棒一過 所以我前兩天才強力的要求 在這樣再填 第一個在看單子的時候 一定要確實的全部都有填 那第二關的時候 一定要填的完完全全 才能夠讓他過關 以前以前的時候 有時候在起印的時候有比較慢 還有一些用其他機器怪 不是機器怪怪的 不是在負窄的 有些比較好也比較難對 現在那個問題都改管了 但是現在仍然會有些 姿態潦草 或是有的蓄意 沒有填他正確的地址 所以現在兩個一定要填完全來 這是我們的要求 另外蓄意沒有填成地址的話 經過我們查驗之後 讓我們會予以處分 噢我們不太好 鄉長跟他提前 當鄉長到此事他會進行 其實現在已經跟CDC滿載了 CDC說要兩天 兩天就要四點鐘了 阿休市是這好像十幾點鐘了 我們要改過了 兩天四八點鐘了 對 要求到現在一天 現在要求一天 來一定來 李兄來是八點鐘了 我給委員報告一下 為了要配合這個,我也叫移民署 我們這次變成兩次,現在變成三次 去之後,因為送到CDC才去 CDC因為是CDC的倫利,我們人情說比較沒那麼多 所以送出來的時候,開始在裡面產生了一個GAP 產生一個落差 這個落差來到我們民政書交下去的時候 我們現在跟民政書交下去,第一就是說 可以從電腦裡面,我們的純利幹事直接拿下來 有一些因為,剛才就是丹波長說的 有一些因為太了解,太了解 不好使我們要求純利幹事生氣關懷 再反抗回來,來政部和佛政書來盜竊 跟CDC來盜竊 當然這個落差 我們現在用這個速度,一天變三次來速秀 所以應該會越來越好 所以路徑的檢疫跟追蹤的檢疫這兩個系統 我們現在把它上電了 所以接下去 這個問題現在應該會改過了 應該會 我不敢說保證沒有啦,大家應該會很少很少 不敢保證沒有 因為這都不怕喔,因為他在下來 我剛才說了 如果減人就趕緊保人 我覺得會把這個事情,美國發生的紀錄 感到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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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們一定是用這個 防疫無零控制 我們用這個角度來處理 請保證請回,好嗎 好,我繼續把我們的保證留在這裡 針對這個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還有自主健康管理的民眾 14天的期間 他如果要領取這個慢性主犯簽或是違證就醫 指揮中心應該有一致的指揮 我們叫做超潛部署 我看到一家機構 醫療機構 他應該叫做超潛部署 因為 長庚醫院公告,直接講名字 長庚醫院公告 配合國家防疫政策 14天內有中國等 旅遊史的民眾 請暫緩探視病人 並於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期間 請延後或急迫需求之醫療或檢查 對不對 但是居家檢疫完全是禁止離開家裡 這不定打 我們還有視訊勘診 但是那些可以出門 自主健康管理的民眾 可以視訊勘診嗎 不可能 他那個部分我們還沒有放寬 因為自主健康管理他可以去到醫院有必要 他可以戴著口罩 去看病 但是長庚的公告已經幫你貼這樣了 他是居家檢疫 盤 自主健康管理 都叫你不要來 他是建議 他不是建議 他是建議 如果他需要 我跟部長講 他是落實在執行 而且不是就長庚一家醫院 還有很多的包含我們的公立醫院 甚至於我們的診所 這些相關的狀況 我大致上都有反應給醫師師 那醫師也覺得這樣是不對的 對 我們希望可以有一些病患減少到醫院 減少這樣的感染 我知道醫良善 但是這會不會造成 整個視權不一 只會 我們的疫情指揮中心的 原意也不是這個樣子 會變成這個樣子 導致 很多的病患誤解 對 現在這個 他們有這個需要 所以他們都希望從急診的管道進去 那邊有一個發燒的篩檢站 因為他覺得自務健康管理 他還是有這樣的一個疑慮 所以他不希望 他對門禁這條山蜜 他希望對這個 對 但是 你說的 我可以接受 但是病患 病患跟一些精神 跟一些狂的病患 他都不知道要處理 他甚至說 叫你不要來 那是有這個問題 我請部長你再了解一下 我們可以再了解一下 另外因為我們就是期待說 減少到醫院就診這樣的人士 減少這樣的一個感染 對不對 那其實像 針對這個糖尿病 慢性的 慢性病的患者 他在這一段環疫期間 是不是 可以評估不需要再驗血的 他的慢性處方簽 得以延後一次 我們現在這一部分希望是用視訊來做啦 你如果不需要說這些特別的檢查 就直接來視訊來看 他可以說處方簽來 可以說給他 或是說來這個 有人來帶領 之後我們都同意 第二個 也是針對 在醫療院所 我們在2月26號已經公佈嘛 就是說 陪病者一人的規定 還有這個仿視者 兩名嘛 然後各醫院去規範那個時段 但是陪病者一人 我覺得這個有沒有考量到人口老化 的狀態 為什麼叫人口老化 以老虎老 阿公照顧阿嬤阿嬤照顧阿公 他說他說有當政 他要去拚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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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這個時間剛才拚了一個外置看護 依然要不清楚 交通有出問題 所以你要叫他們兩個選一個 到底是要聊這個 議案不清楚的 跟這個白凡夫的頂端的 可以讓他去路程 去外衣的設備 去做相關處理 那就是 那就是要讓阿嬤 把他拚不頂端的 我們在陪病的上面 發生了我們在院內的感染 譬如說我們在這個第 42案就是這樣 他出院了 我們去查 查結果是 老虎沒中 他沒中 他沒在家照顧 我們今天發表第45案 這是在住院 但是他會怕路 所以在病房內也怕來怕去 怕來怕去 其實我們在一旦在院內有感染的時候 其實最 可怕的 並不在於這個醫護人員受感染 因為我們現在都有分 你聽我說的意思 我現在是 我現在是 當時 起金營 他就有一個 培併者 就只限一人 對 我說 他有可能就有某個會所 過去就是 他自己的 阿公你來照顧 是阿嬤你來照顧 他照顧一段時間不斷你了 所以請去請一下 我自己斷父公 好 現在其中一個 譬如阿公去斷姨 阿嬤 基本上是要培育 去培餅嘛對不對 我們才會拚這個人嘛 但是阿嬤又請一個外籍貪婦了嘛 阿嬤你回去 對 外籍貪婦在這裡嘛對不對 對 阿嬤在這裡跟便宜沒有在交通 跟阿公沒有在交通 因為當我請來可能一、兩、三個月 依然有最愛 這樣要怎麼辦 你如果要把阿嬤留在這裡 你如果要把阿嬤留在培 在培城 照顧北環 阿嬤還沒辦法 跟他 他們公子就對了 去培城 去做處理嘛 那不可以像這樣去思考到 人家有更多的地方 有請到這個 或這間 請到有多久的人 可以有兩個人 在這個環境 讓他們 可以輪體來培股 還是當這個培股 他們可以輪體來培股啦 但是說要 做會來培股 我們大概很難同意 因為我們這個環境 我還認為在這樣的一個 傳染病的時間 那環病裡面的人員 越單純越好 所以他在家人教得好啊 如果語言有溝通的話 醫院裡面都配有相關的 語言的一個溝通的人 也可以去教他 我是這樣比較實在啦 他們來要再講 阿公沒效 部長你這麼講 可能有點落差啦 基本上你要讓醫院的人去 教那些外籍勘庫 的語言跟醫院做相關的溝通 應該不是你講得這麼簡單容易 甚至也申請得到的啦 尤其有時候在 阿嬤如果在那 他不溝通 阿嬤在那也不溝通啊 阿嬤跟他自己 阿嬤跟醫生也能夠溝通 和學生也能夠溝通 因為依然太多嘛 但貪婦是不一樣的嘛 阿嬤打來沒辦法 他不然對這個不實施嘛 那病情的需要 醫護人就直接跟 我是覺得這要思考一下 你不可以對大都會 大經病院 啊不去思考到 人口努化的所在 會遇到這個問題啦 你要減停 污量的情形 這我自己贊成嘛對不對 啊就是這有不一樣的事實情 有的 吃老給小孩生 如果沒看到自己親人 睡不著 會亂 不是你叫一個 外子貪婦留在那個所在 就能夠改善一切 啊你不是說叫一個 外子貪婦等 叫他老來培 他老都沒在他破頂 沒在讓他去路程 啊這人老出情書 索得生命 我相信也不是 你要看到的 會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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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嘛 所以這是不是 他如果說一個 特殊的案例 當然我們會用個案來解決 相關的方案 這個這個 部長跟你講 這個不叫特殊案例 這個人口老化的地方 會遇到的狀況 比例會非常高 基本上我覺得還是 對醫院的病房的規則 大家還是要有心理準備 以前把大家 當作菜市場 買來就來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賺這個機會 疫情這個時間 你要去改變台灣人 對病院以來 和病院 病院的這個習慣 賺這個機會去改調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也不敢說 你很辛苦 就是來行人 不要說外行人 你這樣說 不敢說我對你的準確 我是給你提供 人口老化的地方 有不一樣 遇到的經營 請你做 神經的事故 你沒有連這個 就不能讓我建議 你沒有連這個 就不能讓我建議 你能夠帶回政府 你能夠去了解 你能夠去了解 純區的便宜 地區便宜 不是他 中式的經營 沒有這麼多 環野人員 可以設施 馬上 去跟外市 做 這個環野依然 會相關的工作 那不是你像你 太簡單 委員 剛才是這樣 我們 部長 他要建立一個 這個 看邊 或是以後的 這種政策 是 重要 不需要太多人 這樣 請客 已經我 同意了 我同意 這是一項 所以這個 完全無便 但是在政策 弄法的 所在 這我真了解 因為不必政策 相信 部長也了解 剛才 委員說 這個 特別的例子 例如說 外市 看樓 就打來 如果不通 如果有一陣子都會通 但這個不通 就一定要他更會走 不然我都更不會走 所以如果像這樣 特別的地方 就這樣有特別的 醫生也有了解 這個我們可以特別來研究 在這個 周所的 特例 有關節 有例外 這我們來參考 照我們來調整 另外剛才 委員在說 那個 連續組合前 事業是可以 這段時間 三次就用了 再演一下 這我相信 部長在內行 我們怎麼可以叫這個 來參考 這兩項 我們來研究 在關節 一段例外 讓整個 完成 這樣好不好 是 我只是 一段時間